朋友们好,今天是2022年9月25号星期天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做一下周末解美股 今天我们做一期大盘分析的专辑 今天关键日记是 摩尔博士警告美国将暴跌40% 美联储加息引爆,雪雨腥风 那么衰退难以避免 美股现在能买吗? 我们今天主要是从技术层面 等我要详细几大指数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主要的摘要低点 由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罗秉尼认为 美国乃至全球都将在今年年底发生漫长而惨烈的经济衰退 可能持续到2023年全年 那么标普五百指数恐大幅下轴40% 那么第二点 实际上畅宣美股的并非只有罗贝尼一人 高盛警告称 随着美联储进一步推高实行利率 美股将以来更为剧烈的动荡 新债网杰弗尼钢拉克预测在10月中旬前标普五百指数或将跌至3000点线一线 那么桥水基金联系首席投资官格雷格战胜 这警告称 那么美国投资者或将面临大规模市场崩盘和严重的衰退的前景 那么第三点 那么一面是高居不下的通胀 一面是跌跌不休的股市 那么美联储目前实际上已经是起火难下 进退失聚 那么更让美联储左右为难的是 持续鹰派的加息 似乎并没有有效遏制通胀 因此人们不仅发问 美联储加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实际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那么目前就是说 美联储经历了五个月的密集加息 其中包括三次历史性的加息 75个基点 那么美国的通胀似乎依然非常非常的罔顾 那么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 白约消费物价指数CPI继续上涨 那么环比上涨0.1% 在过去一年上涨8.3% 超出预期 那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所有项目指数 在百分涨幅更大 环比涨幅为0.6% 这里头主要 我实际上在前两个礼拜 有一个周末专门讲过 这里头就是说 有一些指数 贡献的程度不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房租 跟房子相关的 占整个这个CPI的比例是30%到40% 实际上能源跟食品占的比例不是很大 也就是3% 5%左右 所以 这个房租跟房子相关的 这个要降下来的话 这个CPI很难降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前面专门讲过这个CPI 大家两个礼拜之前周末的时候 大家有心里可以去回看 所以这一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是欧美通胀 使货币大放水 因果报应 实际上现实 其暴力加息 令全球经济沉压 我们再很快地看一下 这个是从菲德瓦奇上截图的 我做这个视频之前 上菲德瓦奇 看了一下就是说 实际上目前就11月份 11月2号下一次升息 目前市场就是说 这个概率大概是 加75个基点的概率 大是70% 加50个基点的概率是27.1% 这个现在还维持过早 因为这个数字在不断变化 它随着这个市场 随着这个市场的环境 尤其这个Feed 每年处的一些讲话 一些鹰派 鸽派 不断在变换这些言论的话 最后它会影响这个市场的预测 就是说 所以今天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但总的来看 至少目前为止 市场认为加75个基点 在11月2号 概率将近73% 所以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好了 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刚才说的那个大盘的情况 我们今天主要从技术层面 昨天我有一期视频 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过 那个美元指数 跟那个标普500指数 美元指数跟 纳斯达克这样的关系 那个 包括那个美国市场 就国债收入力 跟纳斯达克这样的关系 昨天讲的非常详细 礼拜六的时候 大家心里就可以去回看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 这里头有几个数字表 关键 一个就是牛跟熊的分裂线 标普500 是在3845点 就是这一根线 实际上目前已经有跌破了 它前面曾经好几次跌破 有冲又站上又跌回来又站上 那么这次又跌回来 这个也就是说目前标普500 又近于这个熊市 那么另外一个点就是前期的这个低点 6月17号 我这个画了一根线 我这个地方是以收盘价来看的 大家注意 收盘价的最低点 在那个那一段时间 目前这个标普500还没有 从收盘价来看 还没有破前面这个低点 而且它这个最低点 也没有破前面这个最低点 所以事实上 目前还没有破位 就是说 但是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一下 这一头我也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些线 实际上我很早 在从4月份 3月份 甚至2月底就开始 用波浪里面分析 就是说目前实际上还在 C浪 这一头就是说 我是从 这个疫情的这个最低点开始算的 一共有8浪 那么这是1,2,3,4,5浪 然后是下电浪是A,B,C 目前这个大阪还是在C浪的环境 而且在每一个大浪中间 都有很多很多小浪 比如说我这里头 这里头我实际上有 大概有从2月底 3月,4月,5月 一直到6月初 我都每一期都讲这个波浪里面 在跟踪 大家有心里可以去回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这个地方就不重复了 这里头每一个大浪中间 都有很多小浪 那么我们主要就是看一下 上一次来的这个B浪的时候 下浪当中这个B浪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这一次非常像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次这个W底以后反弹 它实际上过了前面这个高点 这个是小浪中的这个是浪 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大的B浪中间 它这一波W底以后反弹的这个位置 也超过了前面这个高点 也超过了前期的这个高点 那么这个低点我们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破的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画的一个圆圈子 这个地方 实际上它破这个前面的低点 不是一直破的 它曾经最早在 在4月26号非常接近于这个前期的低点 然后往上反弹 然后它破前面的低点 我们从收盘价来看大家去 我是以收盘价来为准的 大概是在4月29号星期五日时候 它曾经跌破过前期的低点 但是下个礼拜一 就收了一个非常长的这个下场影线 这个时候比较直跌的这个线 所以连续来了三个阳望 又重新突破了前期这个低点 非常具有迷惑性就是说 那么后来连续涨了三天 就是说来到礼拜四的时候 5月5号的时候 又一次跌破了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 实际上这几根 这几根K线形态 我曾经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已经消掉了 已经不到 实际上这根英镑 这三根阳望 这样这根英镑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我们成为一个 一个有空头的夹心三明治 这是个非常看跌的一个 K线形态这个地方 大家如果看过我以前的视频 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也就是这几根K线 是个典型的空头的夹心三明治 就非常看跌的一个形态 所以后来就一直往下走了 来到了下面一个地方 就是6月底的那个低点 然后又做了一个W底 这个是4月份的 4月份 5月份的 5月份的那一波W底 这一波反弹幅度不是很大 然后又继续往下挫 来了这一波反弹就比较大了 过了前面这个高点 我们说它过这个高点 不一定代表这个趋势力卷 就像这个地方一样 它也过过前面这个高点 但是后面又破了前面低点 所以我更认为 这一次很有可能 它会重复这个地方的走势 也就是我看一下 它是4月份这波走势 应该是非常大赶紧的事件 也就是说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讲过 你要从标普500群 这一层技术上面来看 它应该是有反弹的 为什么呢 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 它有背离 这个是KD界指标 也就是KD界指标 前期的这个低点的位置 它曾经来到个最低位置 KD界 然后它现在这个股脚 不断让往下挫 但是KD这个值 并没有创新低 我们称为这个是趋势的背离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波段的背离 你比如说在前面这个低点 我这个地方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我前几天曾经讲过这个 那么它来的这个柱子 它表示这个下降的动能 来到最高位置 这个股价不断让往下挫 但是它这个动能 实际上没有过这个低点 这个称为波段的背离 那么背离 也就是说 有两个背离的话 这个反弹的净率是非常大的 它正好因为在那一天背离的时候 就是说出现了这个 这个加息的这个消息 非常的逆空 所以这个背离实际上 没有出现反弹 那么就是说下个礼拜一 从这个角度说应该有波反弹 就类似这个地方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破前面这个低点 因为从大环节来看 我昨天有一些视频专门讲过 为什么还会跌 就是说 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我猜想礼拜一礼拜二 说不定类似于这个地方 连续涨两天的 都有可能或者三天 然后再往下走 所以这是大家目前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 就是说 这个标普物馆 我们讲的是比较详细 但目前标普物馆运行在这个熊市的环境 我们再看道琼师 那么道琼师那里标普下跌1.62% 道琼师也是比较类似 它这一波6月份来到低点以后 反弹实际上也过了前期的这个高点 但是我们往回看 道琼师在这个拔浪理论中 A浪 B浪 B浪这一波 这个是大的B浪 它反弹并没有不像刚才那个标普500 它是过了前面这个高点 所以每一个指数不一样 它并没有过前期的高点 然后它在这个地方 破前面这个低点 我们是以收盘价来看 它曾经在这一天 大家看一下5月2号的时候 最低点破过 但它收盘价还是离这个地方比较远 但是最后 在这一天 5月9号星期一的时候 所以大家一定要距离礼拜一 礼拜五 这两个都是拥有破位的两天 就是说 大家终于跌破了 跌破了以后 就再也没有占回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目前这个情况 那么目前来看 这个是前期的低点 我们是按这个收盘价来看的 最低的 当时这个区的 不是以最低点 但实际上 这个道通说目前是比较弱 它已经破位了 已经跌破了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 从收盘价来看 你从最低价来看 它也跌破了前期的这个低点 当然就是说 从K线理论来说 这只是第一天跌破 我们说连续后面 里边一里边 它三天跌破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有效跌破 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小心了 所以道通师这幅回调 应该比这个标普500 回调的要深 要大回调的幅度 我们看一下 它牛更熊的分裂线 在29543点左右 也就是这一线 它收盘的时候 实际上正好 正好在这个位置的附近 大家注意 所以这个股市也是非常的奇妙 也就是说 目前道通师正好来到了 这个牛更熊的分裂线 这个位置 所以礼拜一很有可能 明天就是说 礼拜一的时候 很有一番 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争夺 就是说 我们同样的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K的界 也是出现了这个背离 大家看一下 前期的这个低点的位置 这个最低点并没有破 我们说是属于趋势的一个背离 同样的MACD也是的 它这个柱子的动能 当时前期的这个低点 非常的强 目前境外 这个下跌了这么多 它还没有比这个大 所以这是一个波单的背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道理是 李拜一说不定要回车 回车这个牛更熊的这个 回车 甚至回车这个低点 前期的这个低点 大概位置是 两万九千八百八十点左右 这个应该是个比较大的概念事件 但它最后还会 还会调回来 那么我们刚才标普五百 忘记了给大家说一个 如果说它回头往下走 它下面一个支撑位 实际上是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牛跟熊的分跌线 大概是两 这是道琼师 这个标普是比较能代表这个市场 所以我们一般以标普讲的比较详细 标普如果说最后它跌破这个位置 前期的这个低点 那么它下面的支撑位 一个就是这个八两点的中 实际上下来第二个可能的位置 三千五百九十四点 也就是三千六百点 然后就是这个 下一个可能的位置 就是2020年三一分以前的高点 那是三千三百九十四点 三千四百点吧 我个人认为这一次最后 在十月中旬之前 很有可能来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把这个B写到这个地方了 也就是说在这一波B浪中间 小的B浪 这个是C浪中的一个小浪 来到这个位置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 大概是前期的疫情之前的 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 三千四百点左右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纳斯达克中和指数 标普五百是比较能代表市场 所有讲的比较详细 其他都是有点之后 有点就是说不是非常代表这个市场 我们看一下 纳斯达克中和指数 它主要是一些科技龙头股 就是说 这个牛跟熊的分界现在 这个地方 一万二千九八五十点 它实际上上一次回调 反弹的时候 曾经突破过一货 然后又跌回来就是说 目前来看 这个是前期的这个低点 这个收盘价来看 但目前还没有到这个位置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个道琼斯已经破了 标普五百 已经在这个门口 那么 纳斯达克中和指数 还没有 还没有到前期的这个低点位置 目前来看 那么同样的 我们比较一下 这一波反弹 大家看一下 就六月底部反弹以后 倒是过前面这个高点 也就是这个四浪的高点 倒是突破 那么同样的 我们回过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B浪 当时这个大的B浪 这个地方反弹的时候 也要过了前面这个高点 所以这个过前面这个高点 并不得表示 它一定这个趋势离远 这是我跟大家说 那个标五百也是类似的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它前面这个低点 这一波四月份的时候 三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破的 它实际上 我们看一下 在4月28号 26号 星期二的时候 它曾经破 前期的这个低点 然后第二天 27号 26号破 27号又还没有站回 这个前期的这个 这个地点的上面 但是在28号就站上去了 那么很快又打回来 又来了 有三根羊棒站上去 后来又被打回来 所以说我们说要破前面这个低点 一般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破了 它经过一段时间较量 就是说 那么目前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 但离这个前期的地点 还有一段位置 就是说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 说那达克比前面的两指数还稍微强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费半指数 费半指数是比较单一的 它代表的指数是一个半导体行业的 所以它跟那个中活指数不一样 它这个走势就 这个趋势就不是很明显 包括这个WD也是比较乱 所以说涨跌费有比较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礼拜五收跌 跌了1.45% 那么它这一步 比那个道琼是更弱 我们前面看到这个 我们再重复一下 就是说那个标普500 实际上已经是来到这个前面 其实这个低点 我们是以收盘家看了 这个门口 那个道琼是已经破了 那么刚才看了 纳斯达克中活指数 还没有破前面这个低点 而这个费半 也已经破了前期的这个低点 包括这个最低价 也已经破了 就是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已经是第二天 这里头这几个指数 这个费半是最弱的 标普500只是第一天跌破 它已经是跳空第二天了 所以礼拜一 明天应该是最后的机会 你看能不能站回了前期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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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点 这个位置大概是 两千四百五十九 我们是以收盘家来看的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费半的走势是比较弱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英伟达 英勇弟英勇材料 这些股票跌幅是非常猛的 我们再看一下 美国神奇国财收益 这是我礼拜六 昨天的时候讲的非常详细 我这个东西就不重复了 有一点我需要给大家说了 它破了这个百分之三点五 已经是稳稳的站在上面 但是从这个看下形态来看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上 一个调人线 也就是说是一个 是个墓碑线吧 这种在高位 因为目前是典型的高位 是个非常看跌的 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看 但明天礼拜一很有可能 有不回调 那么这个美国神奇国财收益 是回调的话 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 明天这个大盘 有可能有不反弹 就是说礼拜一 但如果说 因为现在还讲还为时过早 如果说明天是继续往上飙升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三大指数 标普500 应该是要破 6分那个低点 那么这个NASDAQ 就不一定了 我们再看一下原油吧 那么原油 下跌4.86% 实际上原油已经破位了 我以前用道士敏的一二三法 这给大家讲过 但我看过视频就知道 它实际上已经从这个上升趋势 变成这个下降趋势 我们从均线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连线 半连线 季线 月线 时间线 最细的这个是五天线 它很明显是运营在 所有的均线之上 而且是 礼拜五是一根大英镑 已经完全破位了 就是说 所以原油现在应该是 是会做空 不是会做多 就是说 到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以后很难改变 我们再看黄金 黄金也破位了 大家看一下 但你把我也是设定了一个英镑 已经完全 就是说 上面这个线也破了 目前离这个五天线也非常的远 就是说 它目前好不运的做了 似乎这个地方也在做一个 这个底在横盘 目前也破位了 就是说 所以黄金的走势非常弱 我们看美元指数就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阳帮的高度 就非常非常的 已经过了113.23了 我昨天 礼拜六的时候也讲了这个 这个美元指数非常的详细 大家可以去回忆看 实际上 这个美元的涨的强势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昨天讲就是说 从技术沉面上 从1985年的突破那个下降确实线以后了 这个时间跨到非常长 所以它这个上涨的动力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强势 除非这个美联储强力的干预这个市场 那么标普500波动的指数 vig指数也是飙升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这里有几根线 一个就是25 我们说这个标普 这个vig指数要过突破往上 过了25 就是已经进行恐慌 那么如果是突破30 就是非常的恐慌 如果是突破35到40 就是极度的恐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边我到曾经突破过 那是32.31 也就是进入了非常恐慌 但说法来说 它还没有过这个30 但这个位置已经 接近非常恐慌了 就是说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 目前这个市场 是比较恐慌的 但你从看下形态来看 它也受了一个比较上的长一些 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里边也可能有一波反弹 因为它跟指数 往上标的话 这个vig指数那么大盘应该是往下跌的 所以它是反向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从刚才我们看到的 另外一个美国省西国债收入率也是逆势 里边可能有一波反弹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 祝大家明天交易训练 拜拜